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些基础的军事知识 为什么讲这些军事知识呢? 因为我们从这个平行关大集的研究中能听过很多的这种说法 比如说有人说因为这个平行关出现了汽车 所以这个第五师团也就是打平行关这个三浦部队 就是日军的机械化师团有这么说的说法 或者讲杨明宝的夜夕中国军队击毁了日军飞机24架 其实这些讲的内容都是非常无知的 为什么说无知呢? 因为他不了解日军到底这个机甲作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怎么一种状态或者杨明宝机场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场 他能否停下24架飞机或者是日军当时在这个北极呢 也就是在中国北极有多少架飞机 他对这个基础知识不了解的话 所以经常出现一些笑话 比如说这个平行关大集 日军一共两个部队加起来一共450人 你不了解这些部队的编制 人员的部队的番号 光讲打胜仗的话就会出现笑话 包围了日军550人 结果还没有收住口袋口 放走了一批 战国却是尖敌3000人 这就是一种笑话 这种笑话都在于最敌 最低方的这个敌情情报 他不知道 这种我曾经讲过一个原则 叫敌情自暴 战损自暴 也就是说这种情报 不能出于自己的一个想象 或者一种侦察 一种推测 应该看看人自己是怎么记录的 所以今天从这个目的里讲 我们先看一看 这个日本这个近代战争当中 飞机的使用或机甲作战 什么时候开始呢 讲讲这个基础知识 先讲一讲这个飞机吧 就是航空部队的产生 可以说日军的这些 使用飞机 使用坦克 使用汽车 进入战争 这些一般都是在1920年以后的一个尝试 一个尝试 在这个1931年的满洲事变 918事变之后 这些这个汽车 战车 或者是飞机 刚刚投入战场 所以日军他本身没有这种作战经验 没有这种作战经验 有一些经验都是在这个前线的部队 也就是说他不是日本本土的军队 而主要是关东军 因为关东军1931年在满洲事变之后 开始了对这个飞机使用 或者是战车使用 或者是汽车运输 开始了这么一种尝试 这时候呢 仅仅是一种尝试阶段 可以说日军 日本由于这个工业不太发达 所以它和德国的军队无法相比 也落后的很多很多 不管是武器制造 飞机制造 汽车制造这种方向 方面它都是远远落后于这个德国 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这个事实 首先来讲先看看飞机 日军实际上它没有空军 现在讲的这个日军的飞机 它有两种 一个叫做陆军航空兵 陆军航空部队 一个叫海军航空部队 因为这个陆军和海军的这个关系不好 它这个两个航空部队之间 并没有什么共同的这个协作 飞机的型号设计完全不同 它这个东西就是没有这个国家的军用工程 都是民间的军用工程 所以陆军和海军像这个大财阀 比如说三菱啊 像这个这种财阀 一些这个大厂商去发注 也就是它去向人 让人生产 这个民间厂商呢 它又没有统一的规格 所以它就先生产个样本 然后陆军和海军拿去自己试 或者改造 最后呢 慢慢慢慢的形成制式 这个制式呢 就是统一制式 但是陆军有陆军自己的制式 海军也有自己的制式 它不同意 就因为这两个这个陆军海军 它是互相各自从民间 这个是来预定这些飞机 所以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制式 讲的飞机型号也都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零战 零式战斗机 这实际上是海军飞机 和陆军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陆军也有一种飞翼呢 类似这种海军飞机的性能 另外它有一些编号 什么零式啊 三八式啊 九四式啊 有一些这个编号 实际上其中才有一一个特征 比如说这个九几式 九几式的炮 九二式步兵炮 九四式自动货车 这些这个九实际上是代表1930年的意思 比如九四就是1934年制式化的东西 零式 这零式呢就是1940年 当时日本以这个叫做皇国吧 这个神武创纪2600年 它就从1940年开始 叫零式一式二式这么数 另外还有一些是 是这个明智时代的 三八式 这就是明智38年 四零式 这是明智40年 是以这些东西为 以这些东西为这个基准来计算年代 所以这个陆军和海军这些飞机呢 都不能同时的在一个地方来计算 它不是一个厂商 也不是一种形式生产 所以我们先看看这个陆军的航空作战 在战史通书上有一集叫 《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战》 有这么一个记录 它讲到1931年9月 也就是它的飞机正式开始启用时 满洲事变时陆军航空兵力总共有26个中队 一个中队大约有10架飞机 也就是说在满洲事变时 日本在全国的这个陆军的航空兵力 只有二百多件 二百五六十架飞机 这就是这个当初的最早的这个陆军的这个空军的一个体系 到了1937年7月 卢沟桥事变时 这个数字增加到54个中队 54个中队 也定分为四个飞行区域 叫地域飞行团 第一飞行团呢 叫本土飞行团 共有五个连队 第二个叫朝鲜飞行团 共有两个连队 第三个为台湾本土合同飞行团 共有四个连队 第四个呢 为关东军飞行团 共有五个连队 我们可以发现 其中最大的 它并不是本土 也不是朝鲜台湾 而是关东军 这时候呢 就是整个的 本土的飞行部队加起来 一共是12个大队 就是24个中队 就是日本国内的飞机 只有200余架 这是卢沟桥 事变当时的日军的空军的实力 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 日本从本土的飞机当中 就编了一个飞行队 叫临时飞行集团 临时飞行集团 临时航空集团 临时航空集团 它一共有多少架飞机呢 一共有侦察机84架 战斗机98架 轻暴机 就是轻型轰炸机36架 重型轰炸机24架 核计224架 这个224架 驻留在中国的大约十几个机 十个机场之中 是日军的飞机的 在北支那里 就是华北方面的 总共的航空兵力的总数 就在这个时候 发生了阳明宝的夜夕 称共产党称机毁敌机24架 你可以从总数上相比 24架 占它整个的航空兵力的九分之一 如果要是有这么一个大的战果的话 那就是不但是惊动日军 而且能惊动日本国内 结果人的这个战史记录 各种新闻报道当中 未提到一字 未提到一字 它是能是真的吗 肯定不是真的 也就是在阳明宝 又不是个什么正经的飞机场 叫前进机场 平常没有人住也没有设备 就是在打起战斗当中 临时使用 补充油脂 补充这个航空油 补充弹药的这么一个临时用的机场 一般是没有人警戒的 也没有飞机驻流的 也就是一片荒地 这是阳明宝前进机场的特征 这种前进机场是战线推到什么地方以后 就在某一个地方找这么一块空地 或者已经使用过的空地 叫设定叫前进机场 阳明宝机场是为了打新口的时候 当时是使用的这么一个机场 所以这种机场它都可能停留24架飞机 如果真是24架飞机的话 人家日本的各种各样的战史记录 也不可能不记录这些事 比如说在这个一个月之后 国民党也袭击了一个机场 叫邯郸机场夜袭 这个夜袭 国民党称击毁了6架飞机 日军就记录了击毁机场的飞机有5架 基本上都没有大差 哪天哪点这飞机怎么损坏了 之后又采取了什么信用都有记录 这个第一军 日军就是在华北方面 军在平汉线的第一军 主要现在飞机都是第一军控制的 他有一个机密作战日制 一天要记100多页 所有的比较大的这些事件战斗 他倒有记录 但是关于杨明宝的夜袭 也没有一个字 但是关于邯郸机场夜袭 就有好几处 你说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你从自己 人家自己的记录都可以判断出来 请这个编导把这个第一图打出来 第一图出现这个飞机 这就是日军记录的 这不是这个飞机场记录 是日军的这个首位飞机场的 这一个总后勤部记录的 说是杨明宝遭到夜袭 有一架青霜青霜 九三式青霜飞机大破 九三式青霜就这种飞机 是两个引擎的飞机 在杨明宝大破 这是有记录的 但是他有补充记录 就是说什么时候大破之后 军队给没给他补充过 一般都是毁掉一架飞机 他给你补充一下 但是这个杨明宝的九三式青霜 就没有补充记录 为什么呢 估计这也是一个估计了 可能因为是大破还可以修理 所以这飞机就没有给他换新的 让他修理旧的 这就是杨明宝的一个战果 现在我们看看日军的这个机甲作战 也就是什么时候使用汽车 什么时候使用 这个坦克 看看机甲作战 也可以说在满洲事变 就是918事变之后 日军的飞机 坦克和汽车 都投入了战斗 这个飞机最初并不是 主要都是侦察机 侦察机最多 大概在机种的一半以上都是侦察机 也就是说飞机的目的并不是战斗用 主要是侦察用 最后侦察机可以带几颗炸弹 像一般的侦察机叫88式侦察机 这种飞机就可以带大约是两颗 不是两颗 就是大概是六颗到八颗 最终就是15公斤的大战能带最大 能带到八颗 一般带六颗 有六投弹架 这侦察机是后来改造的 也就是用这个侦察机一边侦察 一边又可能投弹 改造成这种飞机的 但是在满洲事变的时候 在这个918事变之后 它没有这种机能 主要是侦察 就是协助部队 它叫剿匪 也就是对抗日联军的在空中的侦察报告 或诱导部队前进 其这么一种作用 这个汽车开始投入实地的也是这一段时间 最重要的实质性战斗 发生在热河作战 热河作战 中国叫长城抗战 属于长城抗战的第一路 发生在1933年 这个热河作战在2月到3月之间 日本开始向热河省进行侵略 就是当时日本的满洲国不包括热河省 最后到1933年以后 三海关事件以后 它渐渐向热河省 就是主要的一个地点就是承德 我们讲热河现在人都不知道 就承德这一带 承德赤丰 就一直到谷北口 谷北口这个整个的长城 细丰口这些 长城以北 这时候叫热河 热河省 在这里日军开展了一个叫热河作战 把东三省就是把它在满洲国的这个边境扩展到热河 这时候呢就发展热河作战当中 它出现了第一次它的机甲作战 我们都知道平行关战役当中 日军死了一个有名的指挥官 叫新庄纯中所 他是这个第六病战 自动车队的一个队长 其实这个新庄纯中所在热河作战时 是关东军的新庄纯少佐 他是一个自动车中队的这个一个指挥官 这时候他带领了一个自动车中队和一个临时的民间的这个征用的自动车队 用40多辆汽车就开始了日军这个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叫做这个机械化运输作战 这时候呢就是他配合日军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混乘第十四旅团 这个第十四旅团就是第七师团的 当时驻扎在临时驻扎在满洲的这么一个旅团 用4000人左右 其实不到4000人3000多人 就是配属给这个叫做这个服务的第一滚城十四旅团 开始了一场叫做向长城口追击站 叫冷口追击站 总路途大约230公里 也从建昌经过陵远到达冷口 一共使用了4天3天时间 成为因为速度很快 成为占领万里长城关口的第一支日军部队 这个指挥官叫做米山邵左 但是其中的这个配属的自动车部队的指挥官呢就是新庄纯 就是在平行关被打死这个中左 所以可以说这个新庄纯他本人也是经历了日军第一次机械化作战的这么一个指挥官 也许是一个巧合 这一次出征呢 他一共使用了约40多辆汽车 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 将近一半叫做民间的征用车辆 民间征用车辆就是我的汽车不够以后 我花钱去雇佣雇佣民间车辆 到底是跟日本雇佣的是中国雇佣的现在不太清楚 一般的这种民间的车辆就是性能就更差 甭说可能一般都是在城市跑 你废的拉着大野这里 当军用车辆使用的话损坏率非常高 结果这次战斗当中呢 他这个途中战死五名 数伤22名 自动车损坏了一半 但是呢 这个也给被追击的东北军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惊吓 日军怎么速度这么快 我们还没准备好呢 他已经过来 所以从这个评价上来讲 这第一次这个叫做机械化部队的进行的追击是成功的 这是这个新装自动车队在占领门口的这么一次战斗 这个门口可以说是日军在3月4日日和战斗中 占领了第一个第一个这个长城的关口 所以这个机械化部队起到了一定作用呢 这也是这个军类的评价 尽管他出现了很大死亡 但是新装自动车队当中他没有没有战车 过时汽车 主要是运输冰原大炮炮弹 运输这些东西前进 现在这个变脑可以把这个第二图打开看一下 这个第二图呢 这就是新装存的照片 这时候他是邵左 新装存邵左嘛 就是这时候就是在这个第一次新装存指挥这个冷口追击战时的照片 比较接近当时 再把第三图打开 这个第三图呢 就是当时的冷口追击的一个现场照片 实用的车辆呢 这是日本按这个英国的 英国的这个 汽车这个仿造的就制造的什么这种车辆 这就是新装存的这个在冷口追击时的这个自动车队 当时道路条件是非常的差 这汽车的质量也不高 根本就不会有驾入站 所以这汽车都得自带自带汽油 而且汽车质量很小 你可以看出来 就跟我们今天这个比较大的这种轿车 它只能载重一吨到一吨半 这个是这么一种这个情况 下面再看一看就是他当时还有一个叫机甲图长一个战车部队的参战 还有一张图 再看一下这个是新装存的部队画的 这个下面一张图的第四图 第四图 这是这个新装存记录的当时的第一次日本的机械化追击战 这张图是底下是隋中 它是出发点 实际上它追击开始是在这个右边的这个斜线的靠上面这个部分 从建昌开始追击 到零元以后 折下就是向长城前进 就是每一天前进多少 这个有什么什么战果 这里都有明确的记录 最后3月4日占领了恩口 可以说这个从这个图也可以看出 这个新装存它这个部队指挥部队 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 你各种各样的记录 记录的非常的全面 使用多少油 有多少人 在哪个地方死了多少人 伤了多少车 全都有这个记录 这个就是第一次这个新装存指挥的这个棱口追击战的记录 下边看一看就是它第二个战斗 叫做川原挺进队 这个川原挺进队 这个川原挺进队是第八师团的第十六旅团叫做川原旅团 旅团长叫川原侃 这时候它指挥了步兵第十七连队的一个大队 编成了这个叫追击部队叫川原挺进队 这个挺进队全体是用这个两个中队的自动车 就是卡车运输 另外它配属了十辆战车 当时日本的战车数量很少 刚刚编程的这个战车队 派到满洲的这个战车队叫第一战车队 第一战车队就是它怎么编程呢 当时日本国内没有战车队 只有两个适用点 一个是在千业县 它叫自动车学校 就是战车学校 还有一个就是在九州里 在九州这边九州里 还有一个这个战车的 也就是试验 这个叫做试验教学场所 用这两处的战车 这个集中起来 挑选了其中的比较好的战车 就组织了这么一个战车 所以拥有十辆战车 这时候呢 组成之后呢 就渐渐替换了 就是日本自己国产的战车 这叫八九市 八九市 轻战车 八九市之后呢 变成了中战车 这是刚开始使用的时候 不叫中战车 因为它这个重量 还没有超过一定的规定 所以它叫八九市 轻战车 这叫有十辆战车 参加了这个热核作战 配属给第八市团 所以第八市团呢 在其中的一段追击战当中 就组织了一个川原挺进队 这个挺进队的就有七辆战车 两辆这个轻装甲车 从这个叶百寿 经过陵园 平泉 一直追击到承德 一共是四天 这叫日日军在战史上的第一次机甲作战 也就是不但有汽车 还有装甲车 还有战车 3月50到达承德以后 进入卵平以后解除任务 这时候整个追击全程达320公里 320公里 实际上这个机甲作战 从机械化作战的程度来讲 实际上是很不成功的 非常不成功 因为它的战车的性能太低 可以说它从第一天 从叶百寿向这个陵园追击时 它的十辆战车中 已经故障了三辆 故障了三辆 也就是它出动只有七辆 它出动了七辆战车 两辆装甲汽车和四十多辆汽车 带着军队一起开始追击 在第一天的3月1日 第一天 这个追击当中 它这个89式战车的七辆 全部故障落伍 也就是说它是十辆战车 第一天战斗当中已经没有了 反正不是损坏 它主要是故障 故障太多 它就全部落伍 剩下的只有汽车和两辆装甲汽车 这个编导在把装甲汽车这个图给打开 这是第几图呢 是第八图 把第八图先打开 这个不是这个图 是有一辆汽车跟这个车 这个车呢就是第二天就继续追击 这时候呢已经没有战车了 带头的就是两辆装甲汽车和几十辆汽车 实际上这个它叫一个前锋的突击堆 从这个叶百兽向凌远突击当中呢 只剩了两辆这个机动性能良好的装甲汽车 这个图当中呢 这叫爱国敦赫号 这是有其中的一辆 限品就是这辆汽车 它用了两辆 还有一个是爱国纪录号 叫爱国的车 有爱国号的车呢 都不是军队买的 就是国民各地叫做捐款赠送的这个车 它叫爱国号 这个两辆汽车呢 实际上它说装甲汽车立了战功 这个机甲作战立了战功呢 是这两辆装甲车 两辆装甲车 战车全部落伍 爱国纪录号是步兵第十四 是十七 是步兵第十七连队的松普少尉大称 这个爱国尊贺号呢 就是这个白武 这个白武大卫呢 白武俊吉 这个人就是这个第一战车队的这个指挥官 一个大卫 他大乘了这两辆车 然后追东北军 追东北军 这个追击战当中呢 就是两辆卡车和一辆汽车 一共十七名 一共才十七名 进行了这次追击战 当时呢 被追击的是在这个叶柏寿至陵园一带担任防守呢 是于兆林的第一百三十师 东北军一百三十师 称日军挺进队有唐克 装甲车等八十余辆 结果呢就是抱头鼠窜 结果在整个战役当中呢 他这个是一看日军到了以后 他非常的吃惊 以后就是放弃重武器逃窜 结果呢他死的人倒不多 死亡一百三四十三名 负伤一百二十三名 但是损失了各种火炮二十九门和重机枪二十六体 这说明了什么呢 就是放弃了武器以后 沿着道路就撤退了 实际上追击他呢 只有十四名日军 乘了两辆装甲汽车和一辆汽车 这是日军的第一次机甲作战 可以说第一次机甲作战 从这机甲的这个本身来讲呢 他并不成功 最后呢 所有的这个车队就在前面突击的 那就是三辆车 十七人 结果呢日军评价也是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给这个东北军一种非常大的心理上的打击 从来没有见到这个进军这么神速的 这么快速的部队 所以这个余兆林134放弃的武器大炮就逃了 这就是第一次这个机甲作战 下面还有两张图 就是第五图和第六图 我编导可以顺序打开一下 这是当时追击战这个情景 追击战这个沿着这个 这张呢是到了这个长城县以后的 应出呢是这个八九式轻战车 两辆 他就是到了这个长城的就没有几辆了 到最后武备口战斗当中 他记录只出动了三辆战车 也就是他本身有的这十辆战车 在路中啊或者是在哪里全部都故障 再换一张图是 这是这个主要是当时的汽车队 在这个追击当中的情景 可能是休息时的情景 就是沿着这个路 这个当时也性能也不太高的汽车 打载着步兵 就是追击东北军的一个情况 这就是日军的第一次 在日和作战当中的这个机甲作战 在这个之后呢 由于这个机甲作战 日本的这个参谋本部评价 机甲作战成功非常有效 所以应该开展这个机甲部队的 这个继续的发展机甲部队 这时候呢 日军本身在这时候没有机甲部队 他就成立了两个试点的机甲部队 也都是在关东军进行试点的 第一个呢 就是1934年3月17日 在这个长春附近的宫珠岭 成立的独立混城第一旅团 独立混城第一旅团 当时的这个是边城时的指挥官是腾田进少将 这支部队呢 是一支各种兵种联合的机甲部队 由于完全是新建的部队呢 他下属的步兵炮兵都惯有独立二字 独立比如独立什么什么旅团 主要指的是脱离就是部属于日军建制的部队 也称独立 都是一些临时需要的临时试点部队叫独立 他这支独立第一旅团呢 独立混城第一旅团当中呢 有野炮兵的一个大队 步兵的一个连队 还有两个战车大队 一个工兵中队 人员编制上4700名 有各种机动车辆达到700台以上 也是集中了全国的精锐 编成了第一个战车 战车坦克机械化旅团 一共有这个战斗车辆71辆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 试验中的精锐部队 这支部队在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 参加了战斗 实际上在平行关战役当中 作为关东军的查哈尔派遣兵团的 一个旅团之一 当时的这个指挥官叫九景高次 也就是我们当时时钥中出现叫九景兵团 这个九景兵团呢 就是独立混城第一旅团 被临时加入这个查哈尔派遣兵团 在东条英机指挥下参加了平行关战役 实际上这支部队并没有出现在平行关 也没有出现在如月口 而出现在更细变的宁武这一带 所以实际上这支部队没有参加平行关战役 这是当时七七十变的一支部队 还有一支部队叫独立混城第十一旅团 这支旅团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 它也是一个机械化部队 但主要以炮兵为主 它没有战车 那有装甲汽车 它有两个独立炮兵大队 后来改为炮兵连队了 两个独立炮兵连队 加两个独立步兵连队 就是炮兵和步兵的配合 另外它全部都是机械化运输 全部都是汽车运输 也就是这个日中战争开始之后 这支部队叫陵墓兵团 中国的史料中经常出现这个陵墓兵团 因为这支部队参加了津津作战 参加了南口作战 所以在平行关的史料当中 中国所有的资料都称陵墓兵团参加了平行关战役 实际上不对 这支部队根本就没有去平行关 去的是内蒙对待 当时叫隋远 这支部队之后改编成 这个驻猛军 日军的驻猛军部队 也就是新建的第26师团 就是按这个陵墓兵团的基础上建立的 它是一个以炮兵计划为特征的这个部队 我看时间快到了吧 咱们这次暂时先讲到这里 已经没讲完了 下一次再继续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但有关的